见到第一线,第3187章,天玉不润无根草,那是三个男子和一名女子,模样不同,但明显来自同一个势力,衣着和配饰皆很相似,为首的是一个有着满头银色长发的男子,一袭白袍,背负一对金色短脊,身影极为高大修长。 她眼蘑菇叛时,宛如一对烈日般射人,带给人极大的压迫感。最重要的是,无论是这银发白袍男子,还是其他三人,身上皆显露出远超天地的恐怖威能。根本不用想,对方来自彼岸,是踏足城组织路上的大能者。意识到这一点,红铃的心都变得沉重起来。 你们可认得这位女爹。远处,那银发白袍男子开口,生如剑铭,穿金烈石,震慑人心。其他人皆摇了摇头,银发白袍男子一正,主动问红铃,道有如何称呼。 红铃深呼吸一口气,作意见理道,晚辈红铃来自洪荒天庭,见过各位前辈。 红铃? 这个名字,显得很陌生。 可当听到洪荒天庭四字,银发白袍男子眼眸一亮,一天尊所开创的那个洪荒天庭,其他三人也面露一抹一色。 在命运彼岸,洪荒天庭的一天尊的确称得上,是一个极为出名的角色。 原因就是,在洪荒初期的时候,三清官的一位鼻祖级大佬,曾主动前来这命运长河上,欲将一天尊皆引到彼岸,进入三清官修行。 但,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,那一天尊竟然拒绝了。 这件事虽然发生在很久以前,可对任何始祖级势力的强者而言,自然不会忘了此事。 正是,洪荒天庭点了点头,心中却并不轻松。 原因就是,只有他自己清楚,祖师还被困在一座镇河碑之下。 若被这些彼岸强者发现,福祸难料。 正字想着,冷不丁就听到那银发白袍男子问道, 是吗?一天尊如今在何处? 一下子,洪林心弦紧绷,摇头道,回禀前辈。 我家祖师已消失很久,晚辈也不清楚。 撒谎! 猛的,一个身影经受凶悍的男子抱贺,直似一道炸雷,震得洪林耳膜刺痛,心神震战。 也让他翘脸顿便。 就见那惊悍男子一步迈出,冷谋如电,盯着洪林,言为心生,意为神险。 别以为你是个天帝,就敢在我等面前,玩弄小心思。 他指了指自己耳朵,告诉你,我修炼有六十神通, 任何人当着我的面撒谎,都瞒不过我的耳朵。 其他人看向洪林的眼神,也悄然发生变化,戴上冷意。 洪林心中一沉,不清楚对方究竟是在炸自己,还是真的能辨认言辞真假。 别吓得他了,好歹是天帝,在这命运长河上也是主宰般的人物。 一个身着墨袍的美丽女子开口,她长发高碗,声音柔润,神色很是温和。 说话时,她面露善意,看着洪林,倒有不必害怕。 我们来自彼岸摩门祖庭,此次前来是要寻找那九座镇河碑的下落,若道有知道,还请告知,我等必感激不尽。 摩门祖庭? 一下子,洪林翘脸又是一变。 这可是命运彼岸最顶级的始祖级巨头之一,号称古今魔道一脉的开创者。 而只看洪林神色变化,已让众人判断出,这个女帝是知道摩门祖庭的分量的。 可出乎他们意料,洪林却摇了摇头,不瞒各位前辈,我也正在寻找镇河碑,可这些年,却一直被困此地,无法感应到镇河碑的气息。 还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。 金汉男子脸色冰冷,言为心生。 而我能听出言不由衷,我确定,他在撒谎。 墨袍女子轻叹道,道友,这可就不厚道了。 声音刚响起,他呼得一仰手。 哄,一片耀眼的血色雷霆规则,暴涌而出,朝洪林镇压过去,微能之恐怖,让附近笼罩的混沌物碍,都随之沸腾。 可洪林的身影,却提前一步,凭空消失。 天地果然都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硬骨头。 为首的银发白袍男子,眉头微皱。 下一刻,他脚下一踏。 极远处的一片混沌物碍中,骤然间爆占出一片赤胜耀眼的银色神焰。 神焰肆虐,焚然长空。 洪林那消失的身影一个亮强,从那一片银色神焰爆发的区域显现出来。 还不等他站稳,一只大手,以一把钻住其搏梗。 洪林悚然,这才看清楚,钻住自己脖梗的,赫然是那银发白袍男子。 天宇虽宽,不润无根之草,我们对你客气,但你,可不能不把客气当回事。 银发白袍男子淡淡道。 说话时,其他人也以凭空出现,眼神不懈地看着洪林,一个天帝而已,竟敢在他们面前耍小聪明,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 你们这也叫客气。 洪林冷冷到,有种就杀了我便是。 他心中暗叹,这片水域就是如此古怪和禁忌,强大如天地,在这里也无法利用周虚规则。 否则,他断不会轻易,就被活情了。 杀你很容易,和捏死蝼蚁也没区别。 银发白袍男子淡淡道。 不过,在此之前,我可以给你最后一个机会,说出正何悲藏于何处,饶你不死,否则。 否则怎样? 洪林冷笑,彻底豁出去了。 不远处,墨袍女子忍不住笑起来,以我摩门祖庭的手段, 可轻易剥夺你所执掌的永恒地作,抽出你的神魂,炼掉你的肉身。 若是不想让你死,还能把你的性命本。 圆和心境也一并剥夺了。 他笑语奄然,怜悯地看着红灵,就像看着一个任凭宰割的猎物。 道友,你确定想试一试? 红灵沉默不语。 想自杀? 门都没有。 猛的,银发白袍男子低贺,偏执捏硬,猛地积在红灵眉心之地。 砰! 红灵如遭雷击,发出痛苦的惨叫。 原本,他的确想自毁性命本源,自我了断。 可银发白袍男子这一击,却将他凝聚在性命本源中的一股力量,彻底击溃。 其他人不禁亚然,都没想到这个女帝如此豁得出去。 宁死都不愿配合。 我现在确定,他必然知道郑和碑藏于何处。 银发白袍男子呼地笑道,甚至,我怀疑那个一天尊就被困在郑和碑附近。 红灵脑袋翁的一声,心死如灰。 他之所以不顾一切自杀,就是不想牵累到祖师一天尊身上。 可谁曾想,对方竟已经猜出来了。 师兄,那就把他交给我吧,不出片刻。 我保证让他对咱们摆一摆涮。 墨袍女子敏纯笑道。 好。 银发白袍男子道,记住,别毁了永恒地做。 那可是一个正道成祖的底蕴,我们虽用不上,但可以交给门中需要之人。 说着,他已把红灵抛了过去。 可就在这一瞬,一变抖声。 一张足有丈许范围的火红浮露凭空出现,演化为大网,将红灵笼罩。 而同一时间,分别有一道金色箭矢,一口黑色飞刀,一杆青铜长矛,和一枚流淌紫色雷霆的倒映,朝银发白袍男子等人轰击过去。 这明显不是一个人出手,但配合却默契无比。 可面对这突然上演的一场突袭,银发白袍男子却一声长笑,早知道你们会按捺不住。 声音刚响起,他和墨袍女子等人就以全力出手。 哄! 这片水域动荡,混沌雾外翻涌,光艳肆虐。 银发白袍男子等人,有惊无险地挡住这一场突击,并且牢牢把红灵掌控,未曾被抢走。 行了,都收手吧。 一道慵懒的声音,在天地间回荡。 伴随声音,从远处雾外中,显露出一群身影。 共有六人。 为首的是一个紧袍玉带,风流倜傥的男子。 长发垂落于腰间,龙香虎步,气宇轩昂。 为何不打了? 据我所知,你于长生,可从不是见好就收得住。 银发白袍男子冷冷道。 那群身影,同样来自命运彼岸,是始祖及势力法家一脉的传人。 为首那紧袍玉带的男子名,换于长生,乃是法家一脉的,一位绝世人物。 在众玄道虚的成祖之路上,于长生极有名气。 原因就是,此人虽只是道真敬、道主,但却拥有极为特殊的底蕴和天赋。 以后不愁,无法正道为道主。 不必打了。 远处的于长生笑着摇头,只要跟着你们摩门一脉,自可以找到镇河碑。 既如此,再打也没意义。 银袍白发男子等人顿时皱眉,明白于长生打的什么主意了。 于长生目光环顾四周,笑盈盈道。 李盘,你信不信,在这片古怪禁忌的水域中,还有不少人和我一样,都会跟着你们摩门一脉一起行动。 李盘,便是那银发白袍男子的名讳。 他冷冷道,既然如此,为何你于长生之前还要偷袭?一直在暗中盯着,不是更好。 于长生叹道,竞争者太多,我只能提前站出来,堂堂正正地跟你打声招呼。 顺便也看看,咱们之间能否合作一次。 合作? 李盘顿时沉默。 他也清楚,这一片水域附近,分布着许多来自命运彼岸的家伙。 都是冲着镇和碑而来。 于长生这些来自法家一脉的角色,只不过是其中的一股势力而已。 你想如何合作? 李盘问。 于长生微笑道。 你带路去找镇和碑,我来帮着收拾妄图尾随之人,等找到镇和碑。 咱们各凭本事夺机缘。